少元安全因为会引发关注 就是新北市国中割警案 因为加害者在案发之后 社群平台上的发文完全看不出回忆 引发了网友肉搜 更是直接曝光少年的照片跟账号 而新北地方法院昨天是立刻发新闻稿 点名PTT还有Dcard这些平台 必须要撤除嫌犯的个人资料 否则可能会处罚 而这遭到网友的踏罚 就连国际桥拍摄的导演汪宜兴 也发文提醒 说当人民的愤怒高到不在乎你罚的时候 违证者千万不要小看 另外对此PTT跟Dcard 也双双的发声明来回应 说会配合法规提醒用户 不要违反扼少法 新北地方法院的新闻稿 特别把要提醒的对象框起来 加重警示 点名Dcard和PTT应该即刻下架 涉案少年的记事和照片 并呼吁民众不要再转传以免触法 网友转网私人群组骂声四起 就连国际桥拍摄的导演汪宜兴 也特别发文说 网路上贴出加害者和教唆者的 个资文章不减反征 他也很生气的说 当人民的愤怒高到不在乎你罚的时候 违证者千万不要小看 因为法律上必须保护未成年 迪卡尔也发声明表示 支持用户表达对事件的关注 但必须提醒避免违反儿哨法 所以站上的内容包含文章和留言 会配合判断内容 有没有违法疑虑做后续处理 PTT也发声明强调 本站具有尊重刊版自制的特性 日文版版主在下架违法文章和账号 禁言管理行为的时候 也会宣导儿哨法的观念 两年前日本国会通过修订少年法 把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 从20岁下调到18岁 少年犯的保护各国做法不同 韩国未满14岁的触法未成年人 不管犯下多大的案件 依照少年法最高只能给予两年保护处置 不会有刑法责任 但是少年犯罪有增加的趋势 保护真的就有解吗 还是新闻黄飘华张德生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